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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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主题是来观察到是在融资最位最近大幅度增加的个股 这融资过去大家认为应该是散户的代表 但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有些转变了 反倒是变成了是这个主力大户在进场做多 在主力卡位的新标股又有哪一些呢 在这里融资大战之后而且股性还不错 未来有成长性有基本面也有筹码面 也要选出了超过了8档的个股提供大家来进行参考 我先来看到是在台北股市今天在早盘时刻的非常这个强势的表态 大涨超过了107点收在了8969点 明天挑战是在9000点的大关 但是量能呢并没有放大到了7亿元的大量 只来到了865亿 但好在现行不错 收负了所有的均线 外资买超55亿是最近近期呢买超比较多的一天 而且情况里头也是大幅的做多 而在今天大盘里头领头上涨的还不错 是落在了电子股了 电子股指数呢这个领涨超过了1.6% 尤其是在高价股是向上表态 不管是大力光呢 也包括了联发科都很强势 在你整个电子指数呢 创下了将近三年的新高 不过今天大盘呢 大涨107点之后呢 真的让很多人是这个松了一口气 也让这个怨气稍微的抒发一下 因在今天盘后呢 的确是在网络上面呢 引起了一番非常大幅度的讨论 还有人为了今天大盘做了一首歌 我们来听一下 好 因为这首黄飞的歌呢 对对对其实非常多人非常熟悉的歌曲 因此在网友上面也有人把这歌词 完全做了一个改变 完全符合了今天大盘当中的心情 因为这个本人对这个台语啊 不太认真 这个任务要交给了委员了 好我想刚才韋庭已经讲到 是不太认真了 你看就从这两个字都可以发现我都不认真了 但已经确定 台语我现在认真了 好不好 不认真了 我想那今天的指数确实是强 那刚刚我想韋庭也特别提到说 今天行情不错 那他堆堆堆到底要堆吗 到底要堆 我想把这个歌词 我们先来review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麻烦我们这边手板 我们可以把它拉近一点 对 他讲什么 什么类的sucky 什么类的角色 什么类的嚣语 台语应该还ok啦 其实他内容是很长 可是呢 我要跟大家解读一下 为什么要讲堆堆堆 就是现在的高点到底要不要追 到底要不要追 大家是很关心这个重点 好那我们来看 其实有一句话 大家觉得很反对 环环环环 环环环环环环环 环贵这四人 释胯 释胯 就不太不太舒服了 但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 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的嚣语 就是外资嘛 对不对 什么样的诏区 怎么这么厉害 今天电子骨 诺区 让 大涨 对 當然就是外資他扮演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其實今天這一首歌 大家我覺得提出來的感覺要不要對 其實我覺得今天大家就想說會不會挑戰前高 9022點 因為今天的成交量是874億 因為9022點的那天的量是1057 所以今天有出量可是不太夠 所以我是認為說短線堆一下可以 堆堆堆堆一下可以 可是看到9022點的那個時候 如果沒有補量稍後千億以上 那個時候先做就是短線的架差 堆堆堆短線堆一下可以 可是如果他沒有帶量突破 就不要再堆了不然會被套出 這個給大家參考 好 所以這個短線上面是可以來追追追一下 是符合了這個台語歌曲的一個主要的精神 非常多人還是對於說這個今天大盤當中的量 很多投資人還是提出了這樣的議論 即便說今天大盤這個大漲一百零七點 有人說你看一下今天量能只來到了八百六十五億元 價量是不是背離了 大盤的確是有價但是這個量沒有出來 這個在昨天這個量能非常的低 創下馬年來的次第只來到這個六百多億 前天更是創下馬年來的第三低的量 今天大漲但量能沒出來 馬哥背離了嗎 其實這一年多以來應該講是我們這個馬總統 開始說要課證所 所以之後很多的大戶全都已經出去了 這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金融帳 會聯繫十五個月 沉下瓦巷子的原因 就是跟這個是有關聯性的 但是呢偏偏的我們的國內的大戶 往外跑的時候 國外的外資拼命的進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這一年多以來 其實不是只有台股出現所謂的價漲量縮 這個一個背離訊號產生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請導播打一下稻窮指數 你把它看到周線的部分 你去看看就可以看到稻窮周線的部位 把它縮小 你就可以看到更清楚 其實不是台股在量價背離 包含稻窮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量 縮小可以很清楚看到沒有 它也是有沒有 越漲越高時候量也是往下走 看到沒有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學技術分析 我們所學的都是一個理論架構 跟基本分析一樣 它是一個理論架構 注意到這個市場上的價格 這個金融商品沒有一樣東西是保證 絕對不會出錯 沒有這種商品可以做分析的條件 所以當我們研究技術分析 其實一部分是看市場的心理條件 那換言之 如果市場的技術分析的現實狀況 跟我們所預估的現象 出現是反向的時候 對不起喔 市場是不會錯的 它漲就是在漲 你要修正是自己的看法 這就是過去我在節目中 一直跟各位強調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是一個大盤的指數上升 在這個附近時候 這個附近時候 都曾經出現過什麼 背離星號對不對 各位還記得吧 那我當時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你注意看喔 出現那麼多次的背離 指標 KD指標的二次背離 那表示什麼 表示真的是跌不下去 不然它怎麼會背離之後 還不跌呢 表示籌碼的安定度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當時跟各位看到沒有 8230這邊連接8508 就畫出了一條這個地方 8787有沒有 這個先畫出 用這個做平行線的一個對等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我當時是不是跟各位講 你就看這個區間操作就對了 最近砰打低 各位看到沒有 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剛好碰到什麼 就是下緣的支撐線嘛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區間的上升軌道 還是合乎市場的一個操作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投資朋友們要注意到 多頭看起來是大盤很強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看看 麻煩導播把金融股的指數 打出來看一看 你看看金融股 你認為是多頭嗎 就不是了嘛 那你再看看 傳產類股的指數 你看看它是不是多頭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也不是多頭嘛 麻煩導播看看 這個非晶電的指數 看看非晶電的這個指數 你看看 尤其汽車類股 銀電類股 你去看看 這是多頭嗎 這不是多頭嘛 今天汽車零組件 漲得病病狗 什麼這個Tesla概念股 電動車概念股 對不對 漲得病病狗 可是汽車類股不漲啊 所以要注意到 我過去跟各位強調一個觀念 現金的股市 剛剛這個唱得非常清楚 堆堆堆 你要堆什麼 緩緩緩緩的緩什麼 所以你的股票 如果是走空頭 你當然煩嘛對不對 那你又怕去追到高點的股 追到現在強勢的高點的股 所以注意到 在現階段 你要注意到一個觀念 我要給各位講一個非常清楚的觀念 指數的上漲 是來自於類股帶領指數去往上攻堅 或往下去挫低 那類股的帶動 是由各股的漲跌去影響各股的漲跌 但是要注意到 過去一個類別的股票在漲 這個類別的股票都看起來都很強 會全部往上走對不對 但是抱歉 最近這半年以來 你注意看一個訊號 類股強不表示各股強 我們講過之前講最明顯 台積電很強對不對 它是一個多頭結構 好我們就先不要講台積電 你光看鴻海 鴻海是不是要創新高 看看鴻海的指數 你看看正威的指數 看看正威的指數在幹什麼 這是多頭嗎 所以不表示同樣蘋果概念股 都全部強 所以觀眾朋友們 你一定要搞清楚 要把類股跟個股完全的區分 所以就大盤來看 我還是跟各位強調 因為金融股 傳產股的資金 全部流失到電子類股來對不對 所以造成電子類股的指數去過新高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因為我們台灣股市的電子類股的比重 高達60%到70% 今天的成交比重電子股還在68% 所以你告訴我 在電子股寡佔全資的條件之下 今天可以看到很清楚 包含什麼 電子的半導體指數 電信網路指數 電子零組件 電子其他類股的指數 全部創新高 所以各位注意到 大盤當然就跟著過高一點去 但是你注意到 今天的0050有沒有過新高 0050過新高了 來看看0050的指數 那請問0050在過新高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大盤教訓指數有沒有過新高 沒有過新高 這就表示什麼 有些股票在拖累嘛 所以注意到 目前看起來是12345 整理完畢之後 今天做一個突破晚上攻擊 但是我告訴各位 在技術分析研判裡面 所有的型態 最難去判斷 漲跌的就是在三角形整理 是 所以他今天 雖然突破晚上 我告訴各位你看這個地方 這一波 從9022下殺到8671對不對 注意到 這邊下跌下來之後 這一波從8508漲到這個9022 漲了多久 22天 這一波漲的是514點 8230點這一波的低點 漲到8787 注意到 也是漲了22天 漲了多少 557點 可是你注意到 第二波的漲幅比第一波要小了 對 時間是一樣 22天 好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 8671到今天為止 是來到了第18天 漲了多少 298點 很簡單 你就用前一波的漲幅 514點 8671加上514點 等於多少 等於9185點 那今天是第18天對不對 你注意到 再到下個禮拜三那天 如果大盤真的是強勢的話 會來到多少 9185點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要來到9185點 表示他完成對稱的漲幅的時間之外 也有形成同樣對稱漲幅的力道 這才表示多頭是真的強勢 所以我認為在今天來看 看起來 雖然是今天的強 就像我回頭 過去拉回我不看壞 但是相對上場的任務 我也不見得看得那麼強勢 但是注意到 這只是針對於大盤 可是個股裡面 該堆的該還的 到時候我們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好 我覺得等於說在這個大盤 在下禮拜三之前 如果沒有站上的9185點 這個多頭的去勢 這個確立 應該是還沒有辦法 能夠完全的成形 因此目前還是要稍微的 給這個大盤 一些些的觀察時間 我要問一下廖副總 現在這個時間點 到底要不要堆 從機貨角度來看到 今天大增超過五百五千零一十四口 很多人看到這個倉位 已經包括OI數 兩萬八千三百四十九口 如果此時此刻不堆一下 垂心肝 我想這次的這個轉倉 到這個六月份的這個合約 其實昨天這個外資 他是兩萬三千多口 那今天又拉高到這個兩萬 這個將近這個兩萬八千多口 的一個水位 這個其實是很少見 非常的這個少見 也就是說他在一開倉的時候 就已經見了一個很大的部位 他不像以前 他就說新合約開始的時候 他就才是慢慢的這個佈局 也代表說他可能心態上來講的話 他這個就是堅定了 站在的一個偏多的這個角度 那其實從上個禮拜的行情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美股中錯 可是臺股就給你拉開低的走高 拉拉這個紅棒 所以呢再到今天的這行情 其實我們早上在連線的時候 也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在整個結構上來講 以前我們比較擔心說 為什麼這個指數一直沒辦法過高 就是說這個兄弟不同心 電子信用傳產 你漲電子 這個這個金融跟傳產 就跟你扯後腿 可是今天的這個行情 不太一樣 因為今天盤中我就提醒 這個像今天這個行情 今天電子再往上拉 這個金融也是往再往上拉 就代表是說整個類股的結構 來講的話 這個確實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就提醒 像我們很多營業部門 以前前幾天盤中都還在睡覺 今天不一樣 要特別醒了嗎 對對對 特別注意 這個中午十二點 也不要隨便投跑出去買便當 這個要特別的 注意一下今天行情 因為今天確實是不一樣 那另外我們也來繞口令一下 一二三四五 大象在跳舞 那今天都是再種這個大型的股票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外資你看他買的 像這個澎海 這個日月光對不對 都是一些大型的股票 那我個人看法是說 有點開始要打這個正規戰 以前都是這個亂槍打鳥 或者散兵這個散兵游泳 這個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剛才馬哥也講了 這個權值類股 他已經創性高了 那接下來我覺得 就要再看他最近 其外資的佈局 他其實一直在吸納 這個大型的這個股股股票 那從幾乎現行上來看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情形 就是說我們來看 這個4月25號的這個高點 4月25號的高點 就是八千九百五十一點 那今天呢 用一根長紅棒了 正式的來做一個一個突破 突破這個蟹型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整理 那其實我當然了 從馬面沒有問題 因為你外資其實一直買 其實外資他在這個國際股市 沒有一個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 他是不會走的 或者台幣呢 比較傾向於升值的時候 然後呢他這個熱錢還是持續 而源源不絕 所以從馬面 或者說整個一個消息面上來講的話 你沒有看到一個系統性風險的時候 我覺得台股呢 仍然是比較偏多思考 那當然量的部分 大家會比較擔心 這個這個這個八百多億的量呢 怎麼有辦法呢 往上呢 做一個持續攻堅 那我個人看法就是說 我的看法就是說 是往上漲 可是是怎麼漲 那既然今天漲沒有量 那這幾天如果還是持續沒量的話 他他還是往上 可是呢他就會變成 比較屬於一個震盪的格局 但是如果說量能開始升溫的話 大家注意喔 因為五月底就快就快結束 大家要報稅的 反正該報稅都報稅 就是說資金面的部分 抽離的部分呢 可能呢也慢慢的有一些 回流的這個跡象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說 不管是結構面 籌碼面呢 都是正向偏多 那比較差一點 就是這個量的部分 如果說稍微不量的話 這個整個之前前波高點的 可能9022呢就很輕鬆的 可能就有機會呢 來做一個突破 嗯好這個剛剛廖副總特別提到說 現在這個大型的電子全職股 已經開始打了這個正規戰了 不像之前呢 是許多小鬼當家 這個小朋友自己在玩這個加加9 我在玩這個大富翁 整個這個戰局似乎有一些轉變了 提到是在全職股的身上 我們就來看到說全職股 上來都是外資非常喜歡 也比較能夠操作的標的喔 來看到現在外資職股非常水位非常高 而且最近還有持續在關注的個股 有哪六的六漢降 我們先來看到這三漢降喔 包括了月光 南茂 還有是落在了巨大 腳踏車的巨大喔 在巨大裡頭其實這個表現比較差喔 在南茂從4月28號以來 都有超過了一成以上的漲幅 月光這麼大全職的個股 也有超過了5.8% 將近是6個百分點的漲幅 但巨大畢竟它的持股水位很高 超過一半都是外資持有的 算是半個外資的個股 平均成本159.49塊錢 最近的確還是有在關注喔 加碼超過了一千多張 巨大喔 跑得快嗎 跑得快喔 我想喔 直接跟大家講 當然巨大當然是腳踏車的一個 龍頭的股票 那其實它的這個品牌就叫捷安特 我想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我們這個U-bike 我覺得很夯啊 大家都騎喔 我也想來騎一下 勃勃找不到時間啦 所以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比如說9921巨大這檔 其實它有什麼樣的一個題材 因為最近巨大總市長 劉金彪劉董 他其實已經在做這個環島 他就不斷的把他這個品牌 做一個擴張的一個動作 八十歲喔 對八十歲 真的勞當異壯 真的 勞當異壯 比黃中還要厲害 所以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像巨大這檔 因為其實他有一些題材 我跟大家講 因為可能大家最近 講到腳踏的時候 就講到巨大 美麗達 不然就是愛迪亞 可是有一檔股票 我覺得大家留意一下 5306的貴盟 為什麼要去講貴盟 因為其實貴盟 前一陣子有辦私募 它私募價錢在105塊 好105塊 那巨大跟美麗達 都有去認 那現在貴盟的股價 我們可以看到 一百三十幾塊 也就是說巨大跟美麗達 都是用比較低的價格 做一個私募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他們有低價庫存的一個優勢 好那我們再回到基本面上面來看 第一個題材面 它已經具備 第二個 外資的持股 有那第三個 它第一季的這個 EPS是2.83塊 那未來的一個毛利率營運 還是有機會做一個成長的一個動作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外資 其實有時候一話數也跟當 這倒是真的 有時候他講股票還蠻準的 當然我們要看個股 有些準有些不準 有些不準 可是我們看一下里昂證券的話 其實它有針對巨大這檔個股 上調它的目標價 到了兩百七十八塊錢 目標價它是平定是買進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巨大 巨大現在這個K線圖的一個走勢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它的目標價在兩百七十八塊 距離現在股價還是有一點點距離 也就是說未來的一個表現還是有機會 再加上說其實外資的籌碼最近比較沒有買 可是我們看到前一波它最高漲到兩百五十幾塊 另外那個時候就是外資推上來的 所以在沒有量的狀況好拉也好殺 所以說比較容易受到外資青賴個股 比如說像這樣大家會比較去留意說巨大漲 那9914的美利達我們對照一下 美利達的一個部分 外資反而開始慢慢在做一個加碼的一個動作 所以整體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認為說除了巨大以外 美利達甚至是這個貴猛的部分 我覺得都值得大家持續做一個留意 好這個巨大跟這個美利達當然是這個 腳踏車當中的指標股 當然這個大家還是比較 把這個目光是放在了電子股的身上 我們來看另外兩檔電子股了 一個是落在月光 另外一個是來南茂 在南茂呢其實在這個4月28號以來 漲幅算是比較驚人的 超過了一成三的幅度了 外資持股超過了六成 算是非常多 最近小幅度的增加了0.4個這個持股的比例 平均均價36.93塊錢 這價格似乎是比較好切近一點嗎 對就南茂來看 其實我們剛剛說過 包含我上次還提到 第一季查的是本夢比 對 那如果說第二季你要操作 第一季你可以去追本夢比的行情 但第二季我認為你要追的是本意比的行情 因為夢醒時分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股票為什麼它是電子股 下修的空間就比較大 那包含我們剛剛所說不管是鴻海去對比震威 那事實上台積電集團裡面看看 鴻碩這些股票 這個這個這個其他一些什麼這個雅翔 同樣是台積電供應的股票 你去看看漢堂 這些股票修正空間那就很大了 所以一樣不一樣才有 所以同樣就好像剛剛所說 他第二季公司的這個獲利 跟持續成長的能力 是不是能夠支撐股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就以南茂來看 他基本上他屬於這個所謂 細品的這個所謂隱形團隊裡面的 其中的一元 當然細品的隱形團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要看到 在未來的一個獲利跟現階段的條件 第一季的營收激增了百分之這個七左右 百分之二左右 那但是呢 他的年增是百分之十一點三 所以去年的EPS 來快兩兩塊七毛六 配到現金呢 大概可以配到一塊兩毛錢 本益比目前大概只有十三四倍 並不高 但注意到四月份營收又成長了十三點四 要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第一季的營收 第一季的獲利EPS就已經來到多少 來到了一塊零五 去年全年是兩塊七毛六 今年第一季就已經來到一塊零五 重點是第二季的成長 三星美光海力士積極的擴廠條件之下 對於這種所謂的利基型的低潤對不對 也就是所謂行動式記憶體 因應這個不管是平板或者是智慧手機 穿載裝置 國內的這些歷程華東南茂 這三大三家公司在三月起開始 營收都是呈現回升的 所以同樣就可以看到第二季 他的營收逐越走高之外 而且南茂在這個4K2K的電視面板的需求 成長今年大概是有六倍左右 大概有達到一千五百萬片 所以驅動IC的封裝 加上這個驚突快的一個晶圓 跟這個所謂邏輯混合訊號IC的封測 第二季的營收 預估可以成長百分 計增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第三季還是在做一個持續成長 所以你看到我剛剛所說的 第一季的本孟比也可以不去鳥他 但是第二季第三季成長的條件 還是重要的關鍵 而且最近可以看到 這個東芝的Netflix的這個訂單封測 已經成為南茂 它是第三大的一個封測廠 第一大就是歷程 第二個就是艾克爾 那今年呢要注意到 非索強攻物聯網 非索呢 這個No Flash 跟這個MCU的這個 微控制器的市場 索羅斯大家都知道 它入股 非索的這個股權 百分之五點一 當然是看好非索 所以非索的訂單下給誰 最大的封測場就是南茂 所以預估在今年呢 封測的EPS能夠來到三塊五 比剛剛所說去年的兩塊七毛六 成長大概將近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以從這個條件我們看 以這個目前南茂 剛剛這個韋庭所提到 外資的持股比例來到六十一點 這是一檔 新上市沒有多久的股票 外資就建構這麼大的一個倉位 其實背後應該有它的因素 如果沒有的話它應該不會 建構這麼大的倉位 所以我認為以南茂來看 最近啊股價稍微進入一個整理格局 但基本上它的強勢條件 並沒有做大幅的變動 所以這檔股票呢 我認為在未來遠景條件 看得到根據之下 在座續工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好 除了包括南茂跟巨大之外呢 日月光還有其他的個股 我們就一併來做一些觀察 跟日月光一樣強大 就落在了這紅海 這紅海正股價慢慢漲慢慢漲 也漲到了九十二塊錢了 已經突破了九十元的大關了 外資持股的比例增減幅度 將近是一個百分點了 這個大買超過了十一萬張 平均成本只在了七十七塊錢 今天紅海收在了九十二塊 再問一下這個廖副總了 就紅海紅家軍 現在漲到了九十塊 又外資跳出來說 紅海應該是可以返回了百元俱樂部 講到紅海啊 其實很多有投資紅海的朋友 都很蠻氣的 因為他確實很牛 超級牛皮 很牛皮 就是說這漲了之後 漲得很慢 就是說也覺得很奇怪 外資買了這麼多 為什麼股價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起色 那可是外資你看這個買超的部分 就是說從五月份 這個總共 外資就買了這個十萬六千多張 所以整體上來看的話 他這個股價到近期 開始有慢慢升溫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這個開始在打這個正規戰 因為外資他把這個貨了 這個吃飽之後 開始往上針對他所壓的重倉 這個股票呢 來做一個點火 或者這個發動 我想這個是他們整個 一個操作的一個手法 那以紅海當然來講 或是說這個第二季 網通設備 基地台這些 還有這個iphone六 其實大家都是在預期 這個iphone六的一個出廠 所以整體上來看的話 就是說他也在慢慢反映了 這個整個蘋果新的產品的 這個推出 另外部分也是要提起 他已經把他的這個 這個裡面貪污的幹部 通通來做一個起訴了 所以這個毛利率也會往上增加 因為以前都有隱性的成本 在裡面 所以整體上來看的話 就是說包含他的這個股價 創上這個十八個月的新高 加上月線季線半年線 所以均線是多多排列 那多多排列我想做股票朋友 你也知道多多排列股票 你做的會比較輕鬆 會比較安穩 因為其實外資當然他買的比我們低點 沒有關係 可是他只要這個股價 他縱使有什麼利空或大排什麼利空 系統性風險 其實外資是在下面 來幫你做一個撐著 所以以基本上來講 我的個人看法就是說 鴻海可能是他今年鴻海集團 主打的一個重頭戲 因為你看像有些紅家軍的股票 股價其實很差 並不是特別好 那可能今年把這個重心 就真的 只能集中火力在鴻海身上 集中火力在這個 這個鴻海的這個身上 我想這個可能這個是紅 我們說郭董最近常上這個世界新聞 包含要幫22K的這個加薪等等 然後被人家打臉等等 可是我覺得說 他對於他這個公司的這個 他的這個要求 我覺得還是比較正向 所以整體上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個股價 你說90塊便宜嗎 我個人覺得還是便宜 所以這個最後一句是重點是不是 即便說鴻海找到92塊錢 這個預估說 反而說鴻海今天能夠賺到八塊多 算一下本益比很低 是啊 十倍左右 現在九字頭還是能夠切近就對了 對就算算他的本益比 當然說十出頭 頂多十這個上下 所以我想這個投資朋友 對他應該也是要有信心 就我所說的 本益比這個十倍的話 你你你你重視買進短套的話 又何妨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也是覺得可以特別追蹤 因為我說我們節目上來講 本來都是要講一些比較 屬於說這個輕薄短小 這個或者是漲的速度比較快的 可是我剛才強調重點 現在慢慢的在打這個正規戰 我想各位的投資的比重 一定要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說正規軍的這些族群 好當然這個大盤裡頭是有這個正規軍 但是這個正規軍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玩 喜歡操作 因為這股性實在是太牛皮了 乖回來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小型的這個標股 是最近這個主力大戶 融資開始大幅度增加 就股性相對變得比較活潑的個股 要提供給大家了 我們休息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Cset TriLoki Raves your heart So rest your heart 催動你的熱情 TriLoki Raves your heart Yamaha 搖滾音樂電影 熱血放映中 你刚刚刷的是国泰四娃卡 阿姨松一 昨天的你变得好美 国泰四娃十分幸福 阿姨松一算播更多幸福 还有现实强参卷活动哦 走遍世界各地 有时候真希望到站就能到家 真正增值又保值的捷运站 只有在捷运站前第一排 我的推荐机场捷运站对面 景都第一桩制服第一桩 再送限量好礼 来来来你来 我国贵 不要跟你整个最高手的手机游戏 这让我赏过 绝对最幸福一行 行时明月 幸福加开哦 期货赢家苏维源为您解说 独家奇门战法 台指赢家密记大公开 5月24号台北台中 5月25号斗六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青春期的孩子运动量特别大 新的Lanew学生运动鞋 青一折弯 防眉一峻又耐磨 一双可抵两双穿 减轻妈妈的负担 Lanew好贴心 Lanew学生运动鞋 全新上市 贴心回馈价1780元 现在第二双只要九百九 看你多会磨 这个房子呢 就像父母一样 不一定永远是陪着我们 谢谢你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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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所以这栋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感情 因为是她自己来选地 从舞到有 每个砖头 每个钢筋都是她自己挑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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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陪伴我18个年头 谢谢